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希望之聲的國際風雲節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美國太空軍將在中俄家門口亮相 真沒錢了 中共地方財長自爆天天被上門要錢 對抗中共 印度強硬出手 在邊境部署6.8萬士兵 香港黎智英等7人被撤銷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下面是今天的詳細內容 備受關注的美國太空軍將首次在朝鮮半島亮相 在朝鮮軍事挑釁升級和黑海戰士升溫的背景下 韓國合同參謀本部14日表示 美韓軍方21日至31日將舉行已知自由護盾聯合軍演 這次演習除了陸海空軍以及海軍陸戰隊以外 駐韓美軍與美國本土的太空軍也將參與 今年軍事演習規模預計會比去年進一步擴大 駐韓美軍表示 這次將是太平洋最大規模的演習 太空軍加入了演習 作戰將更具有多樣性 美國太空軍是美國的第六大軍種 負責管理火箭發射 衛星和地基通信以及傳感設備 據《華爾街日報》今年3月的報導稱 美國國防部正在為未來的太空衝突做準備 眼下中共和俄羅斯都在部署導彈和激光器 可以用來摧毀衛星並破壞軍事和民用通信 上個月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和中共一個高級代表團 一道應邀出席朝鮮所謂的勝利日大型閱兵士 觀察人士說 有了這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稱邀 平壤未來挑釁美日韓的安全機制勢必會更加有恃無恐 就在邵伊古訪問平壤的幾天後 金正恩開始視察兵工廠 並下令顯著提高彈藥的產量 而上週五和週六 金正恩又一連兩天走訪了幾家主要的軍火製造商 下令工廠迅速擴大戰術導彈和火箭炮彈的產量 以確保壓倒性軍力 為戰爭做好準備 分析認為 金正恩的這項命令是為了幫助俄羅斯補充對烏克蘭戰爭的彈藥消耗 除了朝鮮的軍事威脅在加劇 目前黑海戰事也在升溫 俄羅斯在上個月退出了黑海古物協議後 便猛烈攻擊烏克蘭主要的古物出口港口敖德薩 之後 俄烏雙方在黑海擴大攻擊對方的力道 烏克蘭軍方14日表示 他們擊落了三波瞄準敖德薩的俄羅斯導彈以及無人機 在俄烏戰爭持續的情況下 北京和俄羅斯也在不斷發展高超音速武器 據稱北京已經在2021年成功試射了高超音速武器 俄羅斯也聲稱在烏克蘭戰場使用了這種武器 而朝鮮也在開展高超音速武器的試驗 中俄朝在高超音速導彈方面取得的進展 讓美日等國面臨提升威懾以及防禦能力的壓力 俄羅斯最大的造船廠聯合造船公司週一對俄羅斯新聞社說 在亞森M級多用途核潛艇上配備了高10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這將成為慣例 亞森M級多用途核潛艇屬於核動力巡航導彈的潛艇 另外俄羅斯一艘裝有最新一代高10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的護衛艦 今年2月參加了與中國和南非舉行的聯合海軍演習 俄羅斯總統普京稱將量產高10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強化其核打擊力量 為了應對中俄不斷發展的高超音速導彈 日本媒體13日報導說 日美雙方有望在本週批准一項聯合研發高超音速導彈攔截系統計畫 華盛頓和東京此前曾經共同研發了一款遠程導彈 可以擊毀太空飛行中的導彈 一篇題目是《財政局長這半年巧富難為五米之吹》的文章 在大陸網路流傳 文章披露 地方財政局長稱 天天被上門要錢 財政收入下降 而數據之所以還不難看 是因為左手倒右手的操作 今年是最困難的一年 大陸《經濟觀察報》8月11日發表的這篇報導說 一個地級市財政部門的負責人田然說 今年是他從事財政工作20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 財政局長如今成了一個令人嫌棄的職務 工作不好做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田然說 他所在的地級市三保還沒有出現問題 三保指的是保基本民生 保工資 保運轉 但據瞭解 同省不少地級市的三保已經出現了問題 他說 經過三年的疫情後 很多縣級行政區的財政已經很脆弱 面臨較大的收支平衡問題 現在要做的就是調整預判 確定明年的預算規模 爭取上級支持 報導還說 某財政局長天天被上門要錢 華州某縣財政局局長陳庚每天到辦公室上班時 辦公室外面已經排遣了一隊人 他說 都是縣區平行部門和鄉鎮來要錢的 這已經是常態 有時候一上午都出不了辦公室 陳康說 以前還可以從土地出讓收入安排資金 現在哪有資金去安排 年初的時候 縣領導還要求財政出錢投資項目 陳庚以沒錢為理由硬頂了回去 現在領導已經不催投資了 對財政就一個要求 保證三保 就是保基本民生 保工資 保運轉 陳康還說 財政收入達不到預期 數據上看起來好像不是如此 但這是使用了技術調整手段 形同左手倒右手 他表示下半年的工作 首先是要對稅收 應收進收 其次是多跑上級部門爭取資金支持 再次便是多儲備專項債項目 最後是繼續盤盤家底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創造收入的資產 報導還援引華中一名開發區財政部門的負責人的話說 他上半年都在忙著清理區內的空殼企業 因為他們只會走帳交稅 還享有退稅優惠 但如今財政壓力太大 可能沒錢退稅了 另一項重大任務則是將隱形債務清零 來獲得上級部門的資金獎勵 第三件事是包裝專項債項目 將一些並不完全達標的項目 包裝為符合專項債申請要求的項目 第四件大事是應付檢查 他說 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應付檢查 某縣級市財政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也說 每天從上午8點到晚上10點後 工作主要就是寫材料 這半年有意義的事情一向沒幹 除了應付檢查 就是搞專項債項目做預算 印度在逐步地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來應對與北京之間日益激化的邊境爭端 印度媒體近日指出 自2020年5月中印爆發邊境武力衝突以來 印度已經在前線部署了6萬8千名士兵 與9千噸軍事裝備設施 來防止中共跨越界限 印度在它的實際控制線附近安置了330輛步兵戰車 90部坦克 還有一些火炮 地對空武器和雷達等 該國空軍也在當地部署中隊 軍機包括彪峰 米格29 美洲虎等等 這些部隊使用進攻態勢全天待命 也可以在5-7分鐘之內升空執行任務 CNBC指出 中印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 源自於兩國在邊境上的緊張關係 印度智庫觀察者研究基金會的副會長潘特認為 由於北京在邊界問題上拒絕讓步 印度感到該國之前在東南亞地區採用的謹慎政策 沒有得到真正的回報 6月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聲強調 中印邊境衝突正在影響兩國的關係 只要邊境問題得不到解決 中印的雙邊關係就無法改善 在週一 中印開始了第19輪軍事級別的邊界會談 印度媒體援引新德里政府高層消息人士的話說 中方無法承擔台海和印度兩條戰線的壓力 而美國與印度的關係正在變得更加密切 這導致中方傾向於降低和印度的衝突風險 同時 莫迪政府也加大了與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接觸力度 來抵制北京的侵略行為 東京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常偉賢說 今年6月 新德里表示將向越南贈送一艘海軍軍艦 這是兩國防務關係不斷加強的最新的跡象 此外 印度還培訓越南空軍戰鬥機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 派遣海軍艦艇不斷地訪問越南 越南也表示 計畫從印度購買超音速導彈和低對空導彈 這反映出印度發展東南亞地區影響的意願 8月14日 香港7位知名的民主人士被法庭撤銷一項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他們先前因為參與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而被定罪 已經解散的《蘋果日報》的創辦人黎智英 以及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還有包括律師吳矮夷在內的5名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他們因維園818流水市集會案 2021年被控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這兩項罪名 當時 黎智英 李卓仁 梁國雄和何秀蘭被判入獄8至18個月 李柱銘 吳矮夷和何俊仁則被判監禁11至12個月 緩刑兩年 7人就定罪和刑期進行了上訴 在中共和香港當局的打壓下 兩年前對他們的定罪和判決 被廣泛看作是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又一次打擊 香港上訴法庭14日裁定 流水市集會也屬於遊行 但拉橫幅和走在隊伍前排不足以構成組織集會罪 因此撤銷被告的組織罪名 黎智英等4人的刑期縮短了3至6個月 但有關參與集會的定罪上訴則被駁回 維持原判 不過 由於所有人已經撫滿了相關刑期或緩刑期限已過 縮短刑期對上訴人並沒有實際的意義 但黎智英 梁國雄 何俊仁和李卓仁 因為涉嫌違反中共國安法 而仍被拘押 黎智英還因為違反辦公室空間租用契約 而被指控欺詐罪 目前正在香港最高安全級別的赤柱監獄服刑5年9個月 吳矮夷 李柱銘 李卓仁和何俊仁出現在了法庭上 而日前被拍攝到獄中情況的黎智英則沒有到庭 外界認為 隨著民主活動人士的被捕和流亡 以及中共國家安全法的實施 香港民主運動逐漸衰落了 觀眾朋友 今天的新聞中有提到 美國在不斷地提升軍力來威懾中俄朝這三個國家的軍事威脅 而另一方面 美國的經濟一直保持穩健 而中國的經濟卻在不斷地下滑 地方政府非常缺錢 已經是焦頭爛額了 今天我還看到了一個消息說 俄羅斯盧布對美元跌破了101 今年累計的蝙蝠達到了30%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再拖下去 中俄對抗美國的實力恐怕會削弱得更多 那時候中共還敢去打台灣嗎? 那麼關於今天的新聞 您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 最後也拜託您訂閱點贊並傳播這個節目 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們下次再見 本集 swipe 乾好 小鈴鐺 1 dic 1